我也看那个阿子的呀 我也看那个姓易的那个呀 我不怎么样 我去看看他们呀 对吧 为什么要去举报呢 就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我也不喜欢那个姓易的呀 对吧 但是他有时候我上次看那个 也把我气得勾腔 但是我看着他我就 怎么说呢 你看了他然后呢 我去了解 我主动想去了解一下他 了解一下阿子了解他们的 我倒是经常看他们 对呀 你看一看呀 但是有的人看一看不过瘾呀 他还要想举报你两下他才开心 人的性格不一样吗 这很正常的啊 他举报他们的 我跟你说 叔叔 他们为什么不想让我放这个卡 知道吗 前两天我放这个卡 他们就不开心 因为第一是我们这个卡里面 他不是有那个免费的流量吗 然后这个免费的流量就是 如果说我给我们家人放了之后 他们就可以一直看我们直播 对不对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发福利了 他们家没发福利他心里就不舒服 移动的拍连通可以的啊 家人们你们你们现在用什么卡 然后跟你现在要在我这拍什么卡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想拍那个公司拍那个公司 第二是 现在你不知道就是他们那边把我们这边的粉丝都拉黑了 然后都拉黑了之后呢 然后好多人他就想看直播看不了 然后我们就给了他这个卡之后 他就可以重新注册个抖音号嘛 又有流量了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抖音号了 那他们就害怕啊 害怕咱们家人去怎么样 他就不想让咱家人拍啊 所以我一上这个卡就很多人举报我们 家人们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拍啊 万一等一下人家举报我们 把我们这个卡给我们下了就麻烦了 好不好 对 我太坏了 你看这就是对面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你看他说我放这个卡给我们家人 就会有人觉得堂堂很好 也会有对面的觉得堂堂很坏 这很正常 因为他觉得他觉得那个 我们好像跟那个易总不对头 那他就不喜欢我们 哎呀反正就是 哎呀没事的 家人们你们拍了 比如说你们上次拍了个移动 还想个连通 你就直接下单 再下单一张就可以了 你也别退换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一分钱 你就直接再买一张就可以了 反正就一分钱嘛 你懒得去退或者换 你不好搞的话 所以家人们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我直播间 我不希望家人们去拉黑别人 因为 因为我刚来这儿 然后我也希望说能帮 能帮阿伟 然后我们尽量把人气做好一些 然后问了几遍 怎么不管了 不知道梦中的梦想 家人们 我没看到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刷屏太快了 然后所以说我尽量都是 你先帮他们处理吧 收到卡以后需要充多少钱 收到卡第一个月是免费的 家人们 他可能是 是不是激活 需要充个三十五十块钱花费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充了也是你的 就是你先用卡 是不要钱的 第一个月用的是不要钱的 然后我就不想让他们去 踢这个黑粉 知道吗 不加钱就是十九块钱 一直是十九块钱 家人们 就是你后期用了 也是这个加 十九块钱的月租 十九块钱的月租 不加钱 就是这个月租 一直都是这个月租 还是挺划算的 真的很划算 然后我不想让他们踢那个黑粉 因为有一些黑粉 它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年年都十九 没错的 家人们 然后我就想着踢了之后 我们直播间人气就不好 所以我们直播间的黑粉 就会比别人多 因为别人的话 可能咱们家人有时候进去 说一句话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把它给踢走 但是我直播间的话 我都是跟我们管理说 尽量不要踢别人 要是踢了 我就怕有时候误踢了谁 觉得挺可惜的 失去一个粉丝 我这个眼睛 这是刷屏太快了 又得重新去那个了 本身我要 要配眼镜了 这段时间老是感觉 有点老眼昏花的感觉 拍连通换电信不可以 家人们 那你就把那个退了 重新拍一张连通就可以了 咱们的三个公司 他们三个公司是不通用的 家人们 他们三个公司不通用的 你拍了之后 你要是拍错 你把那一单退了 再拍一个就可以了 你全被他们踢了 你看就有被误踢了这种 就可能他也不是黑粉 他可能某一句话说错了 然后被踢了 所以有时候 我就不舍得去踢他们 万一踢错了就麻烦了 喜欢看我跟阿伟在一起 谁啊 那个粉丝宝宝宝 leuk 嗯 好 核桃挺好的 觉得核桃好吃 你们就进群 好不好 核桃好吃 我发群里边 等我下播之后 我把链接发到群里面 你们自己去购买 好不好 什么核桃 就是 9块9一斤 挺好吃的 但是我今天 我公司没有样品 是不准上货的 我公司里面有蜂蜜 给大家放个蜂蜜吧 小助理 在不在 赞的话把蜂蜜放给大家 这个也是好多人说不错的 给大家放一个这个吧 小助理在不在 在的话就给我上啊 喊了几次了 在在在 59块9的这个 核桃好吃是吗 核桃我进群给你们发 那个核桃真的挺好吃 但是公司里没有了 有的话我过两天去给你拿 拿回家一点 那确实好吃 但是家人们现在没有 你们想要核桃的话 你们就进到群里面 我下播之后直接给你们链接 你们下单就可以了 好吧 现在上面是一个59块9的 这个也是之前 我跟吴总阿伟我们公司做的 你看一瓶这个蜂蜜 一瓶这个蜂蜜 然后家人们纯蜂蜜啊 纯蜂蜜啊 不是那种 你看一下已经结晶了 是不是好蜂蜜 是不是真蜂蜜 叔叔你懂不懂 你看 听他们说过一点 结晶的 结晶的这种就是天然的好蜂蜜 知道吗 看到没 天气稍微冷一点 这才十几度 对对对吧 你看一下啊 然后一瓶这个蜂蜜 加一个 叔叔帮我拿一下 我来给你当助理了 两个 谢谢董事长 你那个助理干嘛去了 助理 助理被开除了呀 你说助理去哪了 四个 四个小的 一个大的 然后一共是五十九块九 家人们 然后囤年货的 咱们就自己去下手吧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一年了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一年了 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然后 也是家人反馈特别好的 这就是这个 是不是很好 全部都结晶了 这个全部都结晶了 应该家人们你们懂啊 是不是好蜂蜜 是不是真的蜂蜜 你们看一下这个状态 看一下这个状态就知道了 五十九块九 一瓶大的 然后送四瓶小的 你回家先试一下这个小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公司做的是不好的蜂蜜的话 今天客串堂堂助理啊 就把这个主品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然后这四个小的你就拿去吃好不好 四个小的 很好是不是 对 过年的话需要的话 你们就再囤一单好吧 因为有一些样品 然后吴总跟阿伟也不在公司 然后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上 但这个是我知道 因为我们做了一年了挺好的 需要的家人们赶快去下一单好不好 怎么没回答 我慢慢看啊 来咱们现在不聊那个阿伟啊 就聊聊我们吧好吧 嗯 阿伟怎么了 阿伟 没有他们都看视频了 这什么 拍了好吃 你看看拍了好吃 对不对 家人们 这蜂蜜好不好吃 咱们打一波好吃 好不好 来给阿伟 到底这家伙是不是去大脸上去了 嗯 这个 那个人一直刷屏你什么意思啊 你再刷屏我要给你踢出去了 好不好 我瞎吗 我看不见吗 就你能看见吗 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我真是疯 我真是疯 不想踢他 静言吧 静言吧 好不好 他在高速上面 我跟你说他可能没有信号 他可能没有信号 你不用担心 真没事 我一会儿我就 嗯 等晚上吧 晚上然后他们 你疯了你老是跟我说 你是不是别骗 别骗我呀 我 我确实不知道 你看我昨天回公司到现在 然后换一张卡可以的啊 哈尔滨 对啊 你看有家人说去哈尔滨 或者去俄罗斯了 嗯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他去哪 但是他晚上 我跟你讲他没事 因为刚才吴总 跟他在一起 然后跟我连迈了 嗯 连迈说了他们没有事 他们很好 嗯 你干嘛那么担心啊 两个大男人 还能遇到什么事吗 我是不太赞成他们 如果真是是什么 去那个没必要 我是觉得 哎呀 怎么说呢 去干嘛嘛 这小子也是 我跟你说 这个蜂蜜可好了 还有一个 这大雪天 那个那个 那个交通也不安全 你说去 去周边去 玩一玩 我看 那个那个下着雪 那个雪地里 那个那个开车的话 很危险 嗯 高速上面 高速上面应该没事 他 他不是堵在那里了吗 然后他可能就近 找一个服务区 或什么的 下来他们就休息了 等一下晚上回去 我再跟他们联系一下 这小子现在就只跟 没事 他老妈应该知道 他出去干什么 但他老妈有一个坏的 就惯着他 只要阿伟不让他讲 他绝对不跟我讲 哎 那你知道了 你会凶他呀 我不凶 我现在这么大的人呢 我凶 我都是给他建议 对吧 我凶他干什么 我 只不过有的时候 哎呀 稍微急一点 说话大声一点 这个也没什么 他 他 哎呀没事的 我跟你讲 他要有什么事 我还不就直接就去了 你看我还坐在这里 跟大家聊天 跟你聊天 你看咱们这么开心 他能有什么事啊 我知道 但是 他肯定没事 他就是出去 玩一下什么的 你出去玩 然后 家人们没有拍蜂蜜的 你看一下啊 这个一斤装的一个土蜂蜜 然后加四瓶 小的 嗯